全都至少了解你每天开机玩游戏 大家好欢迎回到大闲者 我是Ricco Papa XGP是一个订阅制的游戏方案 里面包山包海报今天 有最新的发售游戏也有过去的经典IP 一个月只要一杯星巴克的钱 就可以在PC端还有Xbox上面 唱完500款以上的游戏 而且每个月都还在不断的新增 这边我会定期整理每个月新上架的游戏 已经有订阅XGP的朋友 有看到喜欢的就赶快打开来下载 如果是还没有订阅Gamepass的玩家 只要里面看到有任何一款是你想玩的 就可以用微软的超优惠价格 爽爽试用一个月 怎么看都是爆划算 好啦 废话不多说 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这个月又新增了哪些游戏吧 在伸手不剑五指漆黑地层中 手上的火把就是最好的伙伴 只要一个没注意就会被陷阱给引 无间民事就是款这么险恶的游戏 我们是胸怀大致的探险家 想要找到长生不死的方法 长生是没有找到 但主角确实死不了 Roadlike的游戏机制 提高了死亡的惩罚 只要挂掉了就是重玩 唯一累积的就是我们的经验 游戏的卖点是诅咒系统 每一次来到新的区域 就会增加诅咒点数 点数太多就会被诅咒 但不只是只有debuff 同时也会帮角色上buff 不过效果就是随机的 所以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玩 就交给玩家来决定 躲避球学院是一个夸张的美式卡通风格 我们扮演一个新生 来到一间只招募躲避球人才的学校 想办法要靠着球技 自罢整个校园 躲避球的规则跟小时候玩的有一些区别 球不只有一颗 而且被打中的人还不能攻击 剩下的规则都差不多 为了增加游戏性 躲避球学院加入了RPG的要素 被球打到也不会直接的出局 而是有血量的设计 快魂Rerall 是2004年的重制版本 这个系列的游戏玩的就是个成就感 玩法很简单 我们推着一颗有超强吸力的小球 把场景内所有的东西都黏到球上就可以了 球只要到指定的大小就算过关 一开始只能吸一些牙签 回温针这种小东西 但球越滚越大 能吸的东西就越来越多 最后甚至可以吸走一整洞的房子 就是一款简单却越容易上瘾的游戏 Luman's Remaster 这款玩法跟马力欧疑神差不多的游戏 就是要把颜色一样的方块排成四方形 想办法消除方块 游戏的难度可以从BGM感觉出来 难度越高 BGM的节奏就越快 玩家的反应时间也越短 如果是一个人玩措手不及 多人模式就可以揪朋友一起来挑战反应力 Skate 是一款2007年的游戏 这次加入EA Play 让新玩家能够重新认识这个系列 这系列的特色是在于你真的操控 要做出各种酷炫的动作再完美落地 不是乱按摇杆就可以做到 还要考虑高度够不够 速度够不够 这些细节也虽然看起来很基本 不过在当时 可是一项新的技术 当地球不再适合居住 人人要寻找下一个星球 但是在太空中的过渡期怎么办呢 这就是STARMANCE的重点 在这款像素风格的模拟游戏中 我们要当万能的AI 掌管太空里面大大小小所有的事情 氧气呀水呀食物 都要派居民去管理 偶尔还要出任务多赚一点资源 事情也没那么简单 可能会遇上外星人攻击 或是居民精神失常 如果这些事情都没有好好的处理 大家就会开始造反 评定明星之后 游戏才可以继续下去 游戏还在预览阶段 等正式版开放之后 就会有更多的语言跟更多内容 越野艺术走的不是高尼珍的赛车风格 而是唯美的小品艺术风格 游戏内总共有72个赛道 让我们可以全球跑透透 但也不要被这款游戏的美术风格骗 以为是一款简单的游戏 想要认真赛车的玩家 也可以把难度调到专业车手 会发现其实也是蛮吃技术的 黑帝斯 去年最红的地层动作游戏 各种奖项是拿好拿满 甚至在DICE年度大奖 集下了好几款3A 直接抱走年度最佳游戏的称号 具体上游戏到底好玩在什么地方 就是一个爽子 游戏的动作流畅 节奏快 打击的音效跟手感也是无可挑剔 能拿下最佳游戏 不只是游戏本身好玩而已 剧情也是非常的有趣 充分的利用Rogelike特色 每一次重玩都可以看到一些 不一样的对话内容 有希腊众神跟小朋友一样 吵架斗转 还有黑帝斯对主角严厉的关爱 都把希腊神话诠释得非常有趣 中场XBO一则好消息 我们的努力 还有各位的留言 终于被台湾微软 还有结缘注意到了 好东西 真的希望更多人能知道 能够分享 为了更好的推广 XBOX Game Pass 这次XGP每月介绍 由台湾微软和结缘共同赞助 抽送一张3个月的XGPU卡 抽送很简单 分享这个月的Game Pass 什么游戏吸引你 什么游戏你觉得最好玩 就这么简单 详细的细节会放在置顶留言 各位千万就不要错过啦 Microsoft Solitaire Collection 听起来是一款很有深度的游戏 翻成中文就是微软纸牌接龙合集 想当年我都约6年十半的班 来我家玩接龙 这个合集收入了15种游戏模式 当然也包含了大家最熟悉的传统接龙 这次更加入了自定义背景 可以不只在牌桌上玩 还可以切换成各式各样的场景 而且每一次牌局都可以保留 即使是在不同台的电脑 只要登入微软账号 就可以继续游玩 Humankind 上周有介绍过 它是一款精神石棺物的策略游戏 游戏要从最古老的文明开始玩起 拿着石器互相干架 到处探索 创造一座又一座的城市 从小城镇变成大都会 一路扩张领土又或是发展宗教和科技 游戏收入了历史上60多种文明 游戏中变换文明就跟转值一样 每到一个时代可以换一个不同的文明 除了给玩家带来不同的能力跟特性 还有完全不同的兵种可以使用 大幅的提高了游戏的乐趣 还有变化性 Recompile 受到空洞骑士 圣灵之光 还有旷野之席的启发 美术的用色鲜艳 很有赛博航客的科技感 游戏主打的是探索跟骇客 游戏是没有限制玩家 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 但是只有一条故事会串起整个剧情 骇客技术可以帮助探索 解开一些陷阱跟谜题 也可以用来对付敌人 战斗的时候是第三人称射击 在光影特效上面表现得非常亮眼 上个月有模拟飞行可以全球飞透透 这个月微软又出了一个 模拟火车世界2 特色一样是超逼真的驾驶体验 还原了火车驾驶舱内的每一个细节 虽然游戏标题是有世界这两个字 但是实际能开来就只有欧洲 不过一路上的风景还是非常多样化 动态的天气系统 可以让整趟车程更活泼 不会太死板 贴心的教学系统 可以让没有开过火车的玩家 没压力 直接上路 鬼电 后窗 记忆拼图 这三部都是非常精彩的 惊悚悬疑片 12分钟就像是这三部片的极大成哲 故事的张力强又有密闭的恐惧感 故事的开端是警察冲进架里面 指控妻子犯下了谋杀罪行 然后莫名其妙把主角打趴在地上 游戏就是在这12分钟内 不断的轮回 我们要跟着主角一起抽丝剥茧 在这12分钟轮回当中搞懂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透过点击环境中的物件来触发剧情 阻止悲剧发生 而游戏更是请来了好莱坞大咖演员 帮角色配音让游戏的气氛更棒 脑航员2是一款平台动作游戏 我们要在一个夸张奇幻的世界里面 操控一位特意间谍组织的少年 组织里面每一个人都有超能力 那我们的超能力就是毒星术 因为怀疑有内鬼 所以要对每个人展开调查 在内心的世界里面 就有更多的超能力可以使用 像是念力 时间延缓这种必备的基本款 当然还有一些用来战斗的超能力 帮助我们打破难关 找到内鬼 Mist 这一款就真的是时代的眼泪了 早期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冒险解谜游戏 游戏没有前岛故事 没有人物介绍 没有新手教学 开始就把玩家丢到一个岛屿里面 我是谁我战狼我要干什么 通通不知道 只能靠游戏中的片段资料 这里点点那里暗暗 凭着蛛丝马迹拼接故事的剧情 是早期非常硬核的游戏 记得小时候那时候不懂英文 还要靠着我姐抱着牛津字典 一边查字典一边推敲 现在回想起来 未有玩还真的是蛮有毅力的 武器一直以来是在我们冒险途中最中心的伙伴 如果有一天我们可以跟武器谈恋爱丽 Kidfox就做了一款这么脑洞大开的游戏 Boyfriend Dungeon 男友地层 可以在探索地层之余 跟手上的武器谈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 平时就是动作冒险游戏 在地层打怪恋等 空闲的时间 武器就会变成人样 跟我们去看夕阳 喝咖啡 谈心 还可以送礼物提升好感度 虽然名字叫做男友地层 但制作团队也鼓励多元性 785G当中有5个是男性 还有一名女性跟一只猫 Library of Runa 这是一款日式画风的对战策略游戏 故事地点是发生在图书馆 这个世界的书本是贵重物品 只有少数人可以获得进入图书馆的资格 不过这里的图书馆跟现实的图书馆不太一样 没有禁止大声喧哗 要在里面干架就干架 死掉的人就会变成输 玩法像是龙女地下城 我们可以选择每个回合要做什么事情 但是成败就是交给骰子 所以整款游戏玩起来还是要吃点运气 另外因为EA收购制作团队Cold Masters 所以Cold Masters的游戏也都加入了EA Play 总共有5款 包含大地长征4 大地长征拉力赛 大地长征拉力赛2.0 F1 2020 还有极速防车赛 相信喜欢赛车类游戏的玩家 应该对这些都非常的熟悉 那这边因为篇幅的关系 就请容许我们不再一一的介绍了 好了 8月的XGP介绍完毕 感谢各位观看到最后 如果方便的话 请帮我们按赞分享订阅小铃铛 这可以让YouTube更有机会把影片推送出去 让更多喜爱的朋友都可以看到 想要follow最新的游戏消息 或者各类的游戏新闻 都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来获得最新的资讯 我是Riko帕帕 我们下周见 拜拜